你的路由器测速能跑多少? 这款65元的路由器测速跑满了2000兆 它是中国移动的定制机 型号是HX53V 包装非常简洁 里面的配件有12V 1.5A的电源和6类网线 路由器的外观看上去像个萌新小白 只有两根天线 这样的设计完全是不懂消费者心理啊 顶部有中国移动的logo和指示灯 前面和侧面都有散热开口 后面的网口有一个是2.5G 另外三个是千兆 底部的标签上有产品的基本信息 其中设备名称是用户接入服务管理器 名字听上去很高端 我进入后台发现就是普通的路由器 设置引导页面可以选择模式 支持桥接路由和中继模式 后台首页能看到连接状态 但是速度显示有问题 基本信息中可以看到设备厂商是UMTC 也就是九年科技 无线部分是AX3000标准 支持160MHz频宽 我测试发现每次重启后 WiFi频宽会降低到80MHz 需要手动改一处保存才会再次变为160MHz 有这么明显的bug 难道用的是冷门方案吗 打开顶盖发现有五条天线溃线 每根外置天线分别有一根5G溃线和一根2.4G溃线 还有一根5G溃线通向侧面的PCB天线上 主板做的比较大 这样有利于散热 主板的另一面还有一块很大的散热片 取下屏蔽罩和导热电 发现用的是联发科方案 主控芯片是Econet EN7562CT 双核A53 频率是1GHz 内存256MHz 闪存也是256MHz 无线部分用的是联发科Philogic 630 5G Wi-Fi支持三收三发 所以它能引出五条天线 2.5G网口芯片是SLN-W8 这一套配置之前也见过类似的 这是我们看看在WiFi7手机下的测速表现 用花瓣测速 下行1244 上行126 换成全球网测 下行1272 上行126 我的千兆宽带轻松跑满 我再用局域网测一下WiFi的最大速度 下行1984 上行2027 调整一下位置 下行2020 上行2030 放回原位 第三次下行2010 上行2022 近距离跑满2000MHz 没问题 而且速度非常稳 我再对比一下WiFi7路由器 中心B5100 Pro 加 单5G平段 协商速度是2882 手机放侧面 测速结果很奇怪 下行只跑了1.5G 上行挺快的 跑到了2.3G以上 再测一次 结果差不多 第三次 还是这样 如果把手机放在正上方 下行能跑到2G左右 再往前面放一点 能跑到2.2G WiFi7路由器配合WiFi7手机 还是有一定提升的 HX53V的WiFi默认开启了KV漫游 两条空间流 最大协商速度是2402MHz 波速成型的天线数量是3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 套内面积80平 路由器放在图上的A点 路由器离地面56厘米 这个高度是模拟电视柜的高度 路由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 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 移动HX53V 待机功率6.1W 测速峰值功率10.1W ABC3点的测速表现很好 好于只有千兆网口的 Felogic 820路由器 远处的第一两点稍弱 整体上符合Felogic 630的正常水平 我们再看一下温度 环境温度28.9度 热成像显示桌面温度29.2度 路由器开了一天 我看一下表面温度 最高点39度左右 也就是比环境温度高10度 而且热量分布很均匀 说明大主板带来的均热效果很好 我之前测过雷科N60 同样温度很低 它的芯片热量也是被大主板散开了 总结 中国移动HX53V路由器 采用EN7562CT主控和Felogic 630无线芯片 带一个2.5G网口 近距离能稳定跑满2000兆 适合小面积环境或者当AP来使用 缺点是系统有bug 重启后要手动设置才能恢复160MHz频宽 另外就是它的货源非常少 如果这个价格能买到的话 就不要犹豫了